刚好今年是牛年 带大家看一下我养的牛 现在是中午这些牛都在这晒太阳 吃饱了晒太阳 这是大年初一生下的一个小母牛 今年刚好又是牛年 也算一个好兆头 这个小母牛其实特别壮 腿也很粗的 这刚生下了没多久 还是有点适睡 年初一来喂牛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牛生下来了 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了 怎么说也算是一个惊喜 又是牛年 算一个好兆头 正可谓是小母牛到家 牛逼到家了 是不是 小母牛出生在年初一 一开始就牛逼 对不对 希望今年牛年呢 一切顺利 在顶上还有个小拳 跟人一样 这小母牛特贵 眷里还有几头小牛 这个 这个小黑牛 特欢食的一个 之前不怕人的 这会儿见人都躲了 这还是一头 这是个小公牛好像 忘掉了 这个就不太怕人 刚说你呢 这圈里面除了这些小牛 大部分都是 这些大牛 都是母牛 只配了一头公牛 但是下的这几个仔那 都是买回来的时候就揣着 牛犊的 都不是他的仔 诶 这头那头公牛呢 是不是你 诶不是 是不是你 不是 那头公牛拿去了 给他配了二十多个飞子 还没有零性过 是不是你 诶对 这头就是新来的 肿牛 配了这一圈的 大母牛 还没有被零性过 大部分的母牛 都是带宰着 你看 他这个蛋蛋 哇去 现在我们这边 天还是挺冷的 连着水槽里 水都冻着 每天都要给他拉水 水管子也是冻的 早上起来 想要把这个水烧开 把这个冰化 现在这个草里面 又没水 一会儿给他天天水去 这些是前几天 才拉回来的饲料 都是玉米 打孔好的玉米 都是从附近村里面 拉过来的 价格比较便宜一点 只要是帮他们 把地理那个 重新掀耕一下 这些打好的草 那你拉走就是了 这草料呢 不要钱 但是今年这个玉米呢 一直在涨价 去年买那些玉米的时候 都是一块多 一块一买的 今年的玉米都涨到一块五了 现在玉米也不多了 过段时间还得再拉点玉米回来 这些牛呢 每天都是喂两栋料的 早上就喂这个玉米擀 下午一顿呢 就要掺那个 饲料进去了 这牛椒旁边呢 还养了三头羊 本来是五头的 结果跑了那个两只 一直在山上 找了几次都没找回来 这一只是挺老实的 这一只和这一只 是一直都在圈里面带着的 这一只呢 是从山上捉回来的 买了五头羊 跑了三头 反正费尽千辛万苦 找回来一头 就这头 小小的 你看它 它脚上面还绑着绳子 就当时 当时硬拽回来 当时回来那天 正好下雨 它身上全是泥 这两头羊呢 就不怎么怕我 那头羊呢 挨了打了 真的挨了打了 当时没玩意气死 那两只在逃的呢 现在是暂时是不想着 把它捉回来了 这三只呢 过年也没杀 嗯 养的呢 也不是特别好 不是特别肥 呵呵 这一说这个就 有什么怕的 等今年啥时候再 搞几头母羊回来 给你们当老婆 好吧 这三只都是公养 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 真的是 哦 完蛋 这个绢的那里有点问题 它又跑出去了 但是没关系 这三头羊在一块 时间长了 哎我出去 我出去让它进来吧 不然又跑远了 又倒霉蛋 进去吧 我去 你刚不会是听懂了吧 第一个要杀你啊 不至于不至于啊 今天还要给你买老婆呢 哇擦回来 不管它 它自己会回来的 这一个棚呢 20年的时候种了些菜进去 哎本来是闲着的想着利用一下 结果那个收成都不怎么好 可能管理也有问题 之前没没怎么种过菜 但这些是芹菜 花菜上海青 还有一些别的 技术也不过关 最后一茬呢 因为有事呢 都没来得及收 现在都 在地里面烂着 冬天全给冻死了 今年呢 就不种这么多了 都烂在地里 也挺可惜的 而且老实说也不太会种菜 嗯 不是这个专业 今年就准备种这一盆 什么 那么番茄呀 辣椒呀 芹菜呀 香菜呀 绿叶菜呀 豆角呀 都给它种一点 够自己吃就好了 你看今年这个 过年时候 这个菜价长得没办法 还不如自己种一点 尝试种一下 能收多少收多少 不指望它挣钱 够自己吃就行了 园子周围呢 除了大盆之外呢 其实可利用的地块 还有不少 这些路两边呀 还有一些零散的坡地呀 今年都想着把它收拾出来 把这荒草清一清 全部给它种上 墨西哥玉米啊 墨絮啊 田高粮啊 这种四用的装甲 给这些牛啊羊啊贴补着 这个 这个门头这本来是种了两个 风车末里 也没成活 这是一开始种的这个 松树和这个 和这个榆树 还有一些桃树 其他的地块 你全长了草了 荒着真的特别可惜 今天再重新好好收拾一下 把这些可利用的地块 尽量利用起来 这个大盆边上这里呢 有一个鸡卷 是之前弄的 但也是好久没养了 现在您都 这围栏呢都塌了 里面呢也都是些荒草 今年把这个再收拾出来 本来说20年就收拾出来的 结果一直忙着眉顾上 今年一定要把这个收拾出来 养点鸡 够自己吃就行了 不搞那个 花里糊哨 每天有鸡蛋收 想吃鸡了 杀个鸡吃 那就可以了 还有一些那个盆里面种的 蘑菇香菇 就不去看了 香菇呢现在天气不合适都没出 在盆里面放着 蘑菇呢在正常出 蘑菇盆呢包出去了 给人家做 就不去看了 那今天就这样 希望大家在牛年牛气冲天 试试牛逼